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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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最低 全是 事件事 事件事 主要 防止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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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不告不理 本身在告了 你要處理一段時間 那社會已經造成很大的混亂 個人的話 搞不好那個人受到民意的損傷 搞不好就去自殺或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今天已經正中提出來 那我想也跟主委探討一下 我們NCC有沒有立法的計畫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樣子 如果委員談的是整體的不實爭議訊息的部分 他其實整個立法的部分在羅政委這邊 行政院裡頭有整個通盤的考量 他這邊包括剛剛講公職員選罷法 廣告 還有反資訊操弄 甚至網路犯罪 他有整體的這個配套 所以就那個部分來說 而且很重要 就是說剛剛委員提到的東西 罰是一個手段 但是人民的試讀的能力提升 這個還有一些媒體試讀其他的資訊素養 所以在這裡面整體的部分 就NCC來說 我們現在就是說針對廣電媒體的部分 如何去落實讓既有的規範能夠發揮他的效用 所以你是在補這個行政上的一些作為嗎 你現在目前都沒有立法的規劃嗎 對不對 現在的其實這裡面 我再回來講就是說 現在當然衛星廣播電視法那邊如何也把這個納進去 因為當初衛廣電視法當初沒有事實查證的規範 所以我們也已經把這個法案送進來 就是說當初行政院已經通過 現在應該也是在交通委員會 那第一個 立法這邊 那再回來講 就是說現在剛剛委員提到的 這些更正道歉什麼這些東西 都是很可能會是核處之後的必要的處分 這些都可以納入考量 可是我要再回來講就是說 真正在第一時間 如果他的權益受到侵害 包括政府機關或者是個人 我想如何主張權利 維護自己的權利 然後再加上行政上面如何去看說 這個事實查證沒有落實 我想這個都必須要並進 都必須要並進 才比較有辦法可以有效的遏阻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 其實主委我的問題很簡單嘛 你目前的解釋 我聽起來就是沒有很具體的立法的規劃 只是說現有的法令怎麼去修改 或者行政作為去加強 但是我再主委 我再叫你建議一點 就是說 防治假新聞其實在德國化國 他們都已經有立專法 而且成功的遏止 我先去提供參考啦 當然 這些事情可以值得台灣的借鑒 在華國他們在去年 就 通過這個反制性操縱法跟反西甲西齊法 在德國是 社群網路強制法 我為什麼提到這個事情 台灣的狀況 人手一擊 所以新聞的即時性 第一印象就馬上進入一個人的腦筋裡面 所以 我要講說實際上現在我們的作為 將所有藉由社群媒體平台快速擴散的假新聞 來交給我們的 NCC 或者是交給我們施法機關處理 是緩不及其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提出這個德國跟法國的內容 這個立法的內容 我只是希望說大家有一樣的準備 因為我相信德國跟法國比我們更重視人權跟自由 他們的國家就碰到這些問題了 那我們呢 台灣呢 更應該嚴肅來思考這個立法的行動 然後對台灣來講 我認為是必要的 那如果說NCC呢 沒有這樣的一個立法的計畫 也沒關係啦 本席再給我會舉我會提出來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立法 這個NCC其實我剛剛講 兩年之前我們就提報給行政院相關的這些工作 那中間又法國有這個立法 德國有這個立法 我們都有把相關 我剛剛特別提到 反資訊操弄法 反虛假資訊法 那個是法國特別針對在選舉的期間 選舉的期間 他可以 他可以在這個要求法院 有24小時即時的緊急處分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就是在這個選霸法相關的規範 要不要納入這個東西 第二個部分德國 德國社群操弄法 他是由他的司法部 跟他的消費者保護部 然後在這邊 他還是變成賦予行政機關一個決定的權利 就是消費者保護部 所以你應該講說你們現在有修法的準備 沒有立法規劃嘛 對不對 應該是說 這個在相關的部會裡頭 羅宗委那邊都有統籌在處理 因為我們有把立法的觀測提供給他 對 有沒有一個期程 有沒有一個期程 因為現在問題都碰到了 我們把相關現在盤點的立法的期程 提供給委員這樣好不好 好 那第二點我想講幾個重要就好了 那個中聯影音串流平台就是OTT啦 大幾公台 NCC的因應做策略是怎麼樣 能不能又提供給我做一個參考 好不好 因為現在這個樣子出來 我看台灣大概以目前的狀況很難阻絕 很難阻絕 那如何針對這個部分做一個有效的管理跟策略因應 我想這個請提出來 第二點 我還是再次強調 根據消費者電信申訴的統計 目前來講 不管這五家 我們這個電信業者 最大的問題還是通信連線的品質 到現在 我建政委員到現在一直都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 要求NCC 請業者派員到客訴地點 測量 並且提供改善方案 定期舉行會議 邀請業者提出解決策略跟可行公法 縮短申訴案件 基地台的改善時程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也請NCC要求業者 試訊號的改善時程 來做要求 最長 不要超過半年 最長不要超過半年 來做改善 那如果不能改善的話 從改善期間開始 應該業租費或解約 折體這個方案給民眾補償 因為現在收訊的一個 變成是全民的權利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沒有 實在是不公平 所以每每我反應 我都是很積極在追蹤 包括那天其實打電話給主委 發電機燒壞了 發電機不是燒壞都不用 他前面一開始是那個機油的問題 然後後來就不用 主委我比你了解清楚 但是現在已經用了 我現在各種因素都有了 你知道信息不一定是真的信息 那我要給你建議就是說 這個既然通信連線品質 有問題 該機局的作為拿出來 要求業者 或者說要給人家補償 就是這兩個而已 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會等於行動寬評 業務服務品質規範的 這些實施要點 然後針對委員特別提出來 幾個部分我們去看 然後看怎麼往下做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請下一位 陳述岳委員 主席請主席邀請主委 主委 委員好 張主委好 蘇貞山院長接任葛魁 一開始他就強調 我們行政團隊要接地氣 要平息這個民怨 那本席在這邊先請教 張主委 你擔任NCC的主委 你認為你有接地氣嗎 跟委員報告 我本來就是民間的人 所以其實我非常了解各界的狀況 我也從來不認為說自己在這個位置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就是說其實是很理解各界的狀況 那我們都有知道這些相關的情形 你知道目前基層對我們NCC最大的意見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聽到的聲音是在於說就是說針對一些品質不好 甚至是虛假的 甚至還有惡意製造的 這個當然還要再去判斷 我是說聽到的聲音 就是說針對這些訊息 他在這個廣電的媒體有這個報導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可能處理的程序比較容藏 大概就是這些 從今年年初一直到現在 本席的這個手機 施賴或者是群組 就接到這個鄉親一再的反應 從事實上從去年 這個9月開始 我們看到這個關係機場的這個事件 造成了我們這個駐日外交官自殺的這個事件 然後包括去年九合一大選之後 在這個大選期間所發生的一些假消息的訊息 包括說陳其邁市長候選人 他的造勢晚會 我們這個主持人邱毅寅委員 在最後在喊說大家沒離開 結果被扭曲稱說大家不要離開 還有包括有這個翁來 放水流的這種新聞 這個證實說是引用大陸的一個照片 還有最近這一次立委補選的這個幼農的這個事件 都鬧得沸沸揚揚的 然後最後也都證實這個是假的新聞 那我不曉得說在這幾件的事件上 我們這個媒體報導的失衡 或者是這個假新聞的這個狀況 我們NCC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作為 造成我們基層民眾真的是非常的一個不滿 那在這部分我想請教主委 究竟這半年來NCC做了什麼 好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NCC他我們的法定執長 大概不是去判斷他是真或假 但是如果廣電媒體有報導 他有沒有做查證 所以在這裡面 目前這個螢幕上顯示了幾個案子的話 第一個案子 這個中天新聞報導的這個 趙氏晚會最後的這個 那因為最後的這個流程裡面確認說 他沒有經過查證 那所以那個部分是有一個處罰 那左邊的這個假新聞害死外交官 這個報導來自於蘋果 他不在廣電範圍 但是廣電媒體有援引這樣的報導 然後我們在針對他有 這個報導裡面 他有沒有去做真實的查證 這個事實的查證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下個禮拜 委員會就會有討論跟決議 然後另外左下角那個可能是在LINE裡頭傳的 那個部分到我印象當中是 沒有特定的電視台有去報導 所以那個部分大概 比較屬於是LINE裡頭的謠言 然後右下角的這個 因為在中天電視台 但是他是在政論節目 可是我們也說政論節目 也是在自律 對他在新聞台 因為新聞的直播跟政論節目 都是屬於自律規範的範疇 所以第一時間 有這個申訴我們也看到這個事情了 所以就是啟動這個程序之後 就是第一個請他到會說明 所以那天我們到會說明之後 我們也有發一個新聞稿說 有這個程序 然後後面我們會透過這個 既定的法定程序 因為這個是法律 他必須要走這個東西 我們也會加速他的時程 然後到委員會來審議 所以這幾個案子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是 就是感謝主委 剛剛有做針對這幾個事件 有做一個說明了 那事實上在從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現在 當然我們都私下有跟主委反映這種狀況 那主委也有說要有這個正式的檢舉 然後你們會受理嘛 那根據本席像NCC所取的這個資料統計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民眾對這個假新聞 還有媒體報導的失衡 媒體偏差報導或者是違反廣告 節目製播規定的投訴 可以說是從未停歇 數量也非常的龐大 那我們也看到這些數字 統計數字裡面 當然有新聞台的 也有一些廣告的部分 那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非常離譜的 有兩家的電視台被投訴的數字是非常大 非常龐大的 那我們今天也看到了我們NCC的這個報告裡面 您有提到就是目前就是107年上半年 你們針對衛星電視查核的結果 目前就是有一個頻道核處警告 然後兩個頻道處罰款新台幣40萬元 一個頻道處罰款新台幣60萬元 那這樣子的一個處分 本席認為是太輕了 所以導致這樣子的假新聞 可以說是層出不窮 對這種狀況主委您怎麼看 好 那個謝謝委員 這一頁講的是那個自製節目的比例 那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自製節目也是我們很關心的 所以這個部分 他沒有達到自製節目新播比例 這個我們會去合處 那回到前一頁 前兩頁 就是委員關心的這些申訴案件 首先第一個 非洲豬瘟的疫情 這個部分 因為當時 確實是這個疫情 要避免它擴散 那當時東森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了不只是申訴 看到了這個東西 因為它會牽涉到善良工序量 當然會造成社會的混亂 而且它萬一是不當處理的方法 它可能會造成疫情的擴散 對台灣不管是產業也好 健康也好 各方面因為我們 對那後果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對那後果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已經這麼多年了 我們豬肉其實是應該要可以外銷的可能 所以當時我們就就那個 然後之後透過 也是講當透過相關的程序 那這個293件這個部分已經有合處了 非洲豬瘟東森的這個事情我們有處罰 處罰是什麼樣的處分 就是它違反工序量署也沒有經過事實查證 對 那有處罰款嗎 有處罰款 有處罰款 多少 也是20萬 才20萬 你都是處最低的 因為要法定 我們會往上去累積 因為它會牽涉到它之前違法的太陽 然後會去有一個分數的計算 然後呢 針對這一頁好 假設說中天新聞好了 那我跟委員報告 在剛剛講這些相關的程序裡頭 除了我們自己啟動的 然後申訴的之外 到它透過程序裡面 在上個禮拜的 剛剛講進到委員會之前的最後一關 我們之後也會讓它的 內容諮詢委員會的召開的頻率會加多嘛 那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紅委員主持的這個 內容諮詢廣告電視節目 廣告諮詢委員會裡頭 有幾個案子是跟中天這邊有關的 也有幾個案子跟其他電視台也有關 那包括大家關心 像上次那個新加坡超市 新加坡超市那個就是我們外交官 有一個澄清嘛 外交部有真實的澄清 對 那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下個禮拜就會進到委員會來做 討論跟審議 還有就是說包括這個量啊 特定的什麼這些東西 奧斯卡包子 還有鳳凰彩雲等等 那這些我們大概就是 走程序這樣子 那我要剛剛回來講 如果一個個案一個個案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去加速這個程序 可是這個法定的流程 可能也不適合修法去把這個程序做改變 因為它會維繫到整個 第四權的這個制度 可是如何讓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這樣 大量的申訴案跟 這個牽涉到整體的營運的行為 它可能已經不是單一的個案說 我一下子不小心或者我一下子沒做好 它這裡面可能會牽涉到說 那你自己訂的自律規範 為什麼會層出不窮有這樣的狀況 你的這個新聞的審編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請問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針對非洲豬瘟這個報道 新聞媒體你有做以處分的嗎 可是我們看到 雖然你有針對那樣子的報道 有做出處分 可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辦法遏止這種 製造假新聞的這種歪風 所以我們覺得說 我們有這個ACC有工具 可是你沒有徹底的去使用 沒有辦法去遏止這樣的歪風 我覺得這樣子 真的是此風不可長 那區區20萬 我覺得對他們電視台來說 真的是不痛不癢 我相信主委也應該知道 對於電視台來說 如果他們比較熱門的節目 排名前十大的節目 他網告費10秒可能就6萬塊了 一分鐘可以36萬的收入了 所以你罰他20萬 他可能幾分鐘的廣告費就賺回來了 你覺得這樣子有用嗎 可以 我覺得真的是不痛不癢啊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核儲 這裡面就是說 法律相關的規範跟核儲的標準 有一些相關 比如說祭典 比如說他過去曾經有過的記錄 還有他哪一類的行為 我覺得這部分你們要去檢討 對針對壘犯或者是故意犯的媒體 我們真的就是要既以重罰 這是第一個部分 這是建議 你參考一下公平委員會 他同樣是獨立機關 他在105年的時候 針對凱博等頻道代理商 他們對有限電視的不公平競爭 要排擠這個新進的業者 所以當時的公平委員會 就對於這三家頻道代理商 重罰總共1億2600萬元 所以遏止了他們壟斷市場的 那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ACC 你也一樣 要拿出你的這個 就是要行使你的公權力 不然的話 這種製造假新聞的歪風 真的是沒有辦法去遏止 這樣子是會影響到 整個民眾的樂聽的一個權利 好 謝謝委員 我們會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 然後來做適當的處置 那反過來回來看 當新聞的這個公信力不斷的下降 即使連處罰都不一定能有用的時候 它代表什麼 代表處罰不是唯一的方法 這個是權利 要就是撤照 這裡面可能 要考慮撤照或者是不認 這個都必要的處分裡頭都可以討論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表示說這裡面的這個 跟不實訊息有關的東西 它不是靠處罰新聞台就可以去解決 它必須全民怎麼去提升它的媒體試讀 還有各方面 提升媒體試讀 真的是緩不濟集 對 我是說從不濟集 那這個是要做 可是你不能寄望於說 要提升媒體的民眾的試讀的能力 瞭解 瞭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位NCC 這個就是傳播的一個主管機關 您應該就有責任 應該要針對這一個部分 您應該要拿出這個公權力 對 所以我剛剛有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在我們的 法律授予我們職權的範圍之內 我們怎麼樣去強化這個落實 對 我想您擔任NCC主委 您也應該知道在NCC成立之前 就是有某家電視台 因為剪違犯的一個事件 也引起軒然大波 那後來在換照的時候 我們也做出了這個處分 給他扣照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NCC 真的對於這個新聞 這個媒體新聞的這個部分 真的要拿出魄力 好好處理 才能夠平徐基層的一個民怨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 在法律的基礎上面 來做更加的強化 謝謝 好 下面我們請 李鴻鈞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又請主委 好 請主委 詹主委 主委好 我看今天委員會都繞著這個假新聞 在提這個問題 我請教一下主委 在媒體 電視台 經營者 可不可以有政治立場 基本上 依照這個 相關的這個 他是不應該干預新聞的直播 這個喔 這個就是 你要怎麼去看這個 什麼叫做政治立場 台灣的媒體喔 是一個競爭力 非常強的喔 而且他的市場也非常小 我舉個例子喔 像美國川普 他就對CNN就很感冒 對不對 這個因為 你沒有一個程度 其實他如果沒有政治立場 沒有去做一個市場的區隔 我跟你講在台灣沒有一家媒體活得下去 你要是走中間的話 他的市場區隔 完全區隔不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台灣你只要看新聞的話 你只要是偏藍的你就喜歡看哪一台 偏綠的呢你就是看哪一台 沒有所謂的偏中間的要去看哪一台的 主委 你覺得我講有錯嗎 我跟委員報告喔 但是 但是他這個新聞的直播還是有他的新聞直播的倫理啦 也就是說 沒有我先不跟你談這個嘛 我現在先跟你談的就是所謂的政治立場 那為什麼 台灣的媒體的政治立場會這麼樣子的鮮明 問題出在哪裡 身為NCC的話要去看的是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政治立場要這麼鮮明 他不這麼鮮明他沒有市場 他這麼鮮明他沒有收視率 這是他的本因嘛 主委員 因為新聞頻道他不是只有商業性 他有他公共跟其他的責任 你講的沒錯啊 這個官免堂皇公共性 可是問題是市場競爭這麼強 他每年他如果是沒有背後的大財團支撐 他沒有那麼龐大的支撐的話 哪一家做得下去啊 可是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回來扣他的倫理的規範 倫理的規範 每個人都寫得很好看啊 你跟我拍桌子啊 蛤 你跟我拍桌子啊 沒有沒有不是 對不起 我是說這個倫理的規範 我是說這個倫理的規範 他比如說 他有沒有去遵照自己的這個公正客觀的倫理規範來做 因為這個是新聞ABC啊 那我們看不是說 那如果照你這個邏輯下去的話 台灣所有的媒體 包括任何一台全部都要罰 如果照你這個邏輯的話 哪一台有照這個規範走啊 所以跟委員報告 所以你可以官民堂房在這邊備詢 講得這麼樣子的話 那請問一下 哪一台有照你的這樣的程序在走 沒有一台啊 這個東西還是有一些客觀的資訊可以來公開 你剛才你的 我在問你 你的回答的這個整個過程內容裡面 我們平行的路嘛 哪一台有照這樣做 沒有嘛 可以從個案也可以從資訊的累積 這個當資訊揭露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都看到 對 今天喔 今天其實台灣喔 就是在媒體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他簡單來講 都是在找他的市場 那 那該怎麼樣去從他的市場去區隔出他的收視率出來 他的收視群出來 然後他們才可以撐下去 因為台灣的媒體 台灣就是這麼樣的一個市場而已 然後競爭性又這麼樣的強 所以 我們究竟是問題出在哪裡 環節出在哪裡 我們從新聞之號 包括節目的製作也一樣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重播率啊 我在去年就講 一個過年啊 一個過年居然在放哆啦A夢啊 而且是在黃金檔的時間啊 拜託啊 然後我們的重播率 包括那個消極會也都提出指證啊 包括將近50%的重播率啊 然後電影呢都放那種20年30年前的電影在播放 再讓消費者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可是要跟誰講 你NCC管到現在你管了什麼嗎 好我跟委員報告 這還是有兩個層次不同的差別 針對新聞的節目喔 之所以讓他有比較多的空間 就是因為他需要有專業有倫理公正客觀 所以那個部分的製作規範 這個是不可能完全用商業的方式來做 一定要要求他 有沒有按照自己的倫理規範來做 這個是必須要去把持住的 那委員提到的 商業節目的這些行為 我們現在定的這個新播跟這個 首播的規範 那首播的規範施行一年之後 這裡面如何再去精進 所以我們在應該兩三個禮拜之前 有一個針對新播的節目 如果他是在五年之內就不能算首播 也就是說他那個計算的方式 他就會盡量去避免很老的片子 去作為他首播 或者是作為這樣的一個計算的標準 也就是說讓這個規定 能夠更有效的去落實 那當然外界會認為說 重播你為什麼不去規範重播的規範 可是這牽涉到受決 這個喔 這個市場的淘汰率喔 現在喔 有線電視 如果再不做這樣子的一個改變跟改進的話 我跟你講真的喔 現在我們現在有線電視從五百 大概是多少 從五百二十歐已經少了將近快十五萬戶 我看這個數字嘛 2017年 五百二十二萬五千戶到現在的話是五百零七萬戶 少了將近十五萬戶 是會逐年的減少 那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因為現在網路的發達 然後大家其實 根本現在坦白來講也不需要太過於依賴的 依賴我們所謂的有線電視嘛 那這個回頭過來就是說 其實這個都是整體面向來看的 因為台灣的有線電視包括媒體的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光一個這樣子的新聞台 可以看到的這樣的新聞台 然後包括從各方面的我們 甚至於去跳到別的娛樂台 我們的製作節目的品質 然後包括它的內容 包括它的內涵 我們在整個的媒體的競爭力 以前我們台灣 我們常常講 我常常以前在講 在日本 日本的藝人 要進去大陸 能不能紅 要怎麼樣 要先到台灣來紅 台灣紅了以後 你才有條件去大陸紅 大陸市場大 這是以前的邏輯喔 現在不一樣啦 現在往韓國走啦 所以這個其實只是一個 從這個癥結裡面可以看得出 就是說我們台灣整體的媒體的製作 包括它的各方面的發展 其實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注意要去面對 或許這些 你不能就是說 因為有線電視它是固定收費嘛 固定收費它就有一定程度的 基本盤撐在那個地方嘛 支撐在那個地方 它就沒有去好好的去想要 去拓展 去努力 去開發 去研發 去製作更好的節目出來嘛 這個就是有因跟有果嘛 然後再來市場競爭 這麼樣的激烈 誰要花大錢 現在媒體喔 我就簡單講嘛 現在這些的媒體 賺錢的有幾家 少之又少啊 我跟委員報告 cord cut 就是簡線 這個東西是一個 給有線電視業者的警訊啦 那當然這裡面牽涉到 過去的市場的結構 還有政府的政策 所以這也不是說 就是只有有線電視業者 是這個 政府需要有一些導引啦 那所以在這一塊 如何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定一些跨平台的規範 頻道怎麼去這個上下架的授權 如何讓這個競爭 移到更好內容的競爭 而不是壟斷這個平台之後 反正我就收錢 但是我還是要跟委員報告 除了商業這個之外 新聞頻道這個 既然給他更多的權利 他必須要去遵守這個自主的規範 這個沒有任何 他不是不能完全用商業的方式來操作 所以我就講嘛 現在我們的你說新聞頻道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出來 就是說因為政治立場 這是基本的原則在這個地方 那他能不能有政治立場 媒體如果在經營 特別是在台灣 這種樣子的一個激烈環境裡面 他沒政治立場 他活不下去啦 那你 那是必須要基於倫理裡頭的 包括是財政公平原則 那倫理公平原則 什麼叫做假新聞 誰來訂定 小新聞的定義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說媒體 你聽我講嘛 我不是要跟你開辯論大會 那麼愛辯是不是 你今天 你今天你要去查證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 你要報導一個新聞 本來他就要負責查證 那負責查證負責整個過程裡面 那他的播放裡面的真跟假 這本來就是要有他的責任在 可是究竟是什麼叫做真 什麼叫做假 是誰來判定 這個判定的機關 究竟是不是他有他的真正的一個 超然的一個方向在 這也是社會在質疑的嘛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共通去 要去看待要去承擔的嘛 要不然的話這個承擔是誰在承擔 是整個台灣的社會在承擔嘛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現在 我們在憂心的部分嘛 什麼叫做大家都在擔心的 那每個一台裡面 只要是牽扯到他 那立法委員也一樣啊 你只要是藍的 只要是綠的 報導新聞出來是對藍的好的 他就覺得這個新聞報導是對的 如果他的偏的是綠的話 那當然綠的就說他這個是偏的是對綠的好的 那他的公正性又在哪裡 他的判斷性又在哪裡 就像今天行政院長 要來質疑你 要來你針對假新聞好好來處理 行政院長 當然他關心的是這個是對的 可是NCC是一個獨立機關嘛 那我們如何來判斷他的真與假 那這個就是必須要取得社會大家的信任度 這個才是重點嘛 委員我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 NCE其實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有沒有去落實事實查證 不是去看說這件事情是真或假 有的真假立即明顯 馬上就很清楚看 可是有些其實他是真假混在一起 不一定是馬上就可以判斷出 可是NCE不是去看 如果說真的有公政府機關 或者是人民的權力受到損害 申告是一條路 然後可是NCE看什麼 你自己說的話有沒有查證 重點是在這裡 而不是自己講自己播自己做 我講的也是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這就是他的核心嘛 好不好 我再簡短一下 我簡短利用一分鐘 另外一個 我必須還要真的要趕快要提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5G喔 現在的5G我們是大步的落後 其實可以看到這次的中美貿易戰裡面 5G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這裡面 那我們現在的5G 特別是最近 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台北市現在在辦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城市 是智慧城市 你有空的話去看一下 現在智慧城市裡面其實它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包括智慧醫療 包括智慧建築 包括智慧交通 甚至於我們講的就是智慧住宅 然後到整合起來叫智慧城市 那在這裡面5G扮演的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現在我們看到國外的一些國家裡面 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英國這一些 它的5G都已經開始上路了 結果我們到現在都還是在於 都還是在於等5G到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才要開始開放 我是覺得喔 應該在這個地方我們的腳步落後太多 主委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不是等 這個部分我們有非常明確的時程 那從去年到今年初 其實比較多的時間是在做頻譜的整備跟頻段的確認 因為這個部分行政院要公佈這個頻譜依然表 但是我要跟委員報告 經過這一段密集時間的那個 我認為其實我們接下來要走的路是很明朗的 而且很確定的 而且不會慢於其他 像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 之前所謂的5G已經釋造的國家 有的它根本來不及建設它只好延後 現在台灣的時程是非常明確的 5G是這樣子喔 它你看好了 以前我們的4G開放基地台 我們基地台建構了大概4萬多個基地台 你現在包括日本樂天 它現在走的5G是走雲端的 那究竟這個方向也是我們必須要去看到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究竟要怎麼樣子 5G畢竟是未來的趨勢跟潮流 那而且是一定是必定要走的方向 那這個我們究竟如何能夠盡速的能夠開始 趕快讓AI讓台灣能夠趕快進入這個 這個樣子一個5G的一個時代喔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去努力的 這個部分我們時程很清楚就是說 剛剛我在業務報告也講了 因為平埔現在已經確定 雖然其實那邊還沒有正式公告 可是這裡面我們施照的規劃這些都在進行 我們本來就規劃在明年初 甚至可能可以再更有效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台灣是不會落後 重點是我要很感謝交通委員會 就是幫我們在這個未來新思維的電信管理法的審查 其實在這個推動方面 對我們的釋出也會有相當的幫助 所以我們一定會按照這個時程再往前去推動 好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曾明中委員 好 謝謝 麻煩請主委 好 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去年在11月24號選舉期間 我們看到NCC 半藍不半綠 打藍不打綠 您對這樣的外界的這樣的看法 您有什麼回應 委員提到的去年的報導 委員提到的去年的報導 NCC一向就是以這個提政媒險公信力跟這個客觀中立的立場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沒有外界所指稱的這樣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在執行上真的是打藍不打綠 所以本席要求 所以本席要求NCC必須一套標準 而且依法行政 尤其面對的年底的選舉 我本席強烈要求NCC必須做到依法行政一套標準 主委能不能做得到 我想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會依法來執行相關的工作 依法我知道 但是希望你在執行裡面必須確實做到 當然依照組織條例第八條的規定 NCC設一個獨立機關 講得很清楚就是必須依法行政 那過去NCC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也留下非常好的整個官僚文化 我也親眼看到以前的主委 我當進行會主委的時候 我看到14號主委 他根本不理會行政院 或者院長、副院長的相關的講法 我也當場看到主委 當場在那邊幹主委、院長跟副院長 我也希望你拿出你的魄力來 針對 針對 蘇院長提到 誰都管不到NCC 但是NCC也什麼都不管 針對 這樣的指控 主委 你有沒有什麼回應 跟委員報告 NCC一定會依法在法定的職權上面 做更有效能的處理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那至於說各界的期許 包括行政的首長等等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要一起來聽這個東西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如何去在法定的基礎上面去強化我們的效能 假設行政院把手伸進來 NCC 你們會有怎麼樣的回應 怎麼樣的做法 我跟委員報告 這種 這種其實 行政上面他們一定會遵守相關的法規 但是我們如何去 把目前確實 媒體公信力是 比過往來說 是受到大家的質疑比較多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沒有講說哪一台或什麼 我想我也不否認這樣的事實 這個部分是NCC的責任 我們要怎麼去提這媒體的公信力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必須要做到這一點 不是講特地哪一台 這個外界的聲音事實上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如何依法來做這個事情 是我們必須要來發揮行政監理的效能 但是你剛剛還是沒有回答我的意見 院長明明說他所想伸進來 但是我要問您 對院長的這樣的評論 誰都管不動 但是你什麼都不管 先講前面 誰都管不到 因為院長還想管 所想伸進來 你針對這一點 你的回應是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在行政團隊裡面的所有的人 一定都會遵守法律的規定 在法定的基礎 那但是這裡面如何讓法律發揮最有效的效能 這個東西就是大家各有不同的 這個應該都要共同來努力 所以我想我們一定會尊重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法定職權上去強化 那假設院長想管NCC 你會做怎麼回應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我們不是假設性 院長已經講了 我剛剛已經很清楚 我們就是依照通訊傳播基本法 跟我們的組織法 來落實我們的職能嗎 這個東西很清楚啊 另外再請教你問題 他也認為你什麼都不管 就這一點 這是很嚴重的說法 他認為 基本上NCC什麼都不管 你對這一點 你總不能再默不作聲吧 我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業務報告的時候 其實就是花了一些時間 把我們在特別在這一塊 我有做具體的說明 具體的說明 那當然這裡面會牽涉到 是不是他有真正的去 讓這個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能夠感受到一定的結果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要各自大家去理解 或者是感受 那但是我們無論如何我們的作為 就是在我剛剛的業務報告裡頭 其實都有提出來了 所以你話講得很委婉 但是你講的就是 你完全否定蘇院長的講法 不管是誰都管不到他 或者他什麼都不管 您剛剛講雖然話很委婉 但基本上您是全力否定蘇院長的講法 好 我希望 委員報告我覺得 院長或者是行政的首長 關心這個民眾接收資訊的品質 或者是這個新聞的品質 我覺得這一點關心這個事情 其實是正當的 但是我們會在第四權如何監禮的範圍之內 依法來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最後我要提醒您 您的組織法第八條明文規定 第一項本會依法獨立行止職權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 獨立行止職權 我希望 主委你說到做到 要完全依照組織法第八條的規定 獨立行止職權 依法行政一套標準 年底選舉 您有沒有做到這一點 跟委員報告這個不帶選舉 我們平時就必須要這樣來工作 但是我要強調媒體公信力如何提升 我們真的是值得需要大家來關心 我覺得這一點事實上是 各界是有感受到 為什麼現在媒體公信力的降低 外界不信任 這個東西是值得我們大家來思考 不是為處罰的目的 而是說台灣怎麼樣建構一個 更有資訊品質 同時也能夠維繫我們民主制度的這個機制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共同來努力的 主委 假設NCC可以依法行政一套標準 給新聞業者更大的獨立的發援空間 那這樣的媒體也要讓他遵守 當然要讓他遵守一定的法律規範 這樣才有辦法提升整個新聞界的公信力 也才有辦法提升NCC的公信力 所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這個部分我們做的是什麼 就是說過去他的自律規範裡頭 可能沒有規範到這個東西 我們就去參採NHKBBC 請他們落實到規範 衛星公會也都把這個落實進去 然後再來 我們請新聞編審所有的電視台 沒有偏哪一個 所有電視台 你的新聞編審你的SOP是怎麼在做 好自己commit的最後有沒有落實 第三個 在衛星公會的理事長副理事長 跟這些理事董監事來的時候 這個裡面都是負責人的高層 包括董事長這些 我們都告訴他說 你也要尊重你們的這個新聞編才 而不能有任何的干預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無論如何 一定會在法律的基礎上來做這些事情 好 我要請問簡單 NCC依法行政一套標準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接下去我們請王榮章委員 好 謝謝主席 主席麻煩我請詹主委 好 詹主委 委員好 主席 詹主委 我想 剛剛本席在台下 做了很長的時間 聽您回答 很多委員 對於假新聞 這一個議題的質詢 我有一個心得要跟您分享 聽您的回答 在這裡面的話 不外乎 我們認為媒體 要遵守自我的倫理規範 然後 閱聽大眾呢 要自我加強媒體試讀的能力 那對於NCC來講的話 假新聞 在認定的部分 有模糊的空間 然後另外法律的授權不足 所以呢 不告不理 然後在這個部分的話 無謂而至 這是我 聽下來的 就是說心得 這個您不用回答 我跟您做一個分享 接下來我的 質詢的這一個部分的重點 絕對是 我們NCC 應該要負責 而且 要管 然後 而且已經管 的議題 來看下一張 好 這是 我們在中家 買的這一個案子裡面 好 我們在12月5號 也就是最後 排版定案 的這個部分 好 是 詹主委您 在負責主持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是嗎 沒有錯 對是我主持的 好我想請問 好 在中家的 買的這個案子裡面 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好 有關於我們公益信託的基金 可不可以 投入 到媒體的 呃 這個部分的購買 好 那在這裡面的 的話 就你們後來的 會議 在這個會議記錄等等 裡面的 就是說討論 認為 這一個部分 跟 林玉玲宏泰教育文化 公益信託基金 的這一個部分 沒有關係 這次的財購案 沒有 用到 公益信託的基金 是不是這樣子 呃 跟委員報告齁 這個部分我們不是 呃自己來認定 我們是有發函給金管會 那 因為他是這樣 我們這個 投資的架構裡 沒關係這個部分我很清楚 好 我追蹤這個案子很久 他是一個受益人 所以後來的這一個部分 的話你們認定 就是說 跟公益信託無關嘛 是不是這樣 他是一個受益人 所以你們釐清了 是 我現在就是說就你們的 呃 委員會議 裡面的的話 呃 你們認為就是說 綜合各方的意見跟結論 然後提供的就是說 資訊跟資料 包括投資團隊的這個部分 你們認為 就是說在這裡面 沒有 用到公益信託 的基金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同意了他 公益信託他 呃 把那個股份 投內給公益信託之前 他這個投資公司 本來就成立在運作 他也投資非常多的 錯了 他們的投資 事實上在公益信託 他們的就是說公司的成立 事實上是在這個之後 好 沒有關係 好 我現在在問你們認定的 就是說事實 你不要跟我解釋跟說明 人這個過程 好 所以就是說 我們認為沒有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他 我們核准了他的購買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下一張 好 但是呢 我們也提出負負擔的條件 好 這裡面一共有三大項 39點 有關於利害關係人承諾的 這個部分的話 有這三點 我想請教主委 這裡面三大項 就是說39點的要求 在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投資團隊 一定要完全同意所有的條件 才可以購買中家 這個是我們要求他的承諾 對 那他已經承諾了嗎 是啊 他已經承諾了 所以這三點他也都已經承諾了 對不對 這個是利害關係人承諾的部分 對 所以就是說 投資團隊的這個部分 也承諾了這個部分 對不對 好 我們要求就是說 公益信託 紅太公益信託基金 在十年裡面 要投入40億的這個部分 做媒體試讀 跟媒體品質提升 對不對 沒有錯嘛 好 我們看下一張 我要請教 好 我們釐清了 公益信託 跟這次的採購無關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求 好 就是說在 洗照跟全生 這兩家投資公司 好 這是我們 公益信託基金 百分之百持有的 就是說 要的這家公司 為什麼由這個公益信託 要來承諾 十年四十億 的公益投入 好 委員剛剛回去前面那一頁 他非常清楚 他是利害關係人 也就是說 今天 我印象當中 對 因為時間已經有一段時間 我沒有很清楚 因為依照金管會的這個認定 就是說 公益信託這個部分 他不是屬於投資的主體 那我們看他成立的時間也是這樣 那為什麼 我請教為什麼 不是叫這所有的投資人 來負責這樣 因為他是受益人 因為他是受益人 因為這個 這個被 那在這上面 林秀玲 黃清苑 郭冠群 榮吉 余彥良等等 這些人不是受益人嗎 將來 就是說他們的分 他們只有佔百分之 將 不到五十 的股份 好 但是在 後面的這個部分的話 也有百分之五十的這些人 他們如果賺錢了 他們也是可以 也分配喔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 他們為什麼不要負擔起 好 這四十億 那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委員會當時的考量 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厲害關係人 他本來就不是我們審查的相對人 可是我們extra 因為他具有這樣的 我們希望能夠讓媒體試讀跟這些 能夠讓公益基金發揮他的效用 好 我再請教你 公益基金能不能發揮效用 事實上不干你們的事 這不是你們主管 這個公益信託 不是你們負責主管的 好 我再請教你 如果他未來沒有做到 未來的十年裡面 他沒有照他的承諾做到 那你們要如何處置 這個就是 再回到剛剛那一頁 是要求 投資公司 投資公司必須 雖然這個東西是對 承諾 厲害關西人 他投資公司沒有做到 那你要怎麼樣要求 你們會怎麼樣 如果是跟負擔 跟這個有關的話 是可以作為撤銷的理由啊 就可以撤銷 所以就是說再把他的股份還給 原來 負擔的處分 其實他的 他的法律上的構成要件就是這樣 好 那這裡面很重要的是 洪順投資答應了這件事情 對不對 他們要負責每一年向你們報告 他有沒有這樣子的權力要向你們報告呢 我們看下一張 法務部做出函事 這個部分的話 委託人在信託契約裡面 全部保留由諮詢委員 或者是信託監察人行使 這樣子的話 跟公益信託的法制不合 所以 包括諮詢委員會 跟監察人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不能夠來負責 然後來管理 重點是 受託人 國泰四華銀行 才擁有對於這一些 對 他才有就是說 控制跟管理的權利 我們看下一張 在這裡面 林玉玲的這樣子的一個 公益信託的基金 在許可裡面的話 它事實上 沒有包含媒體試讀 跟媒體品質提升的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教育部的監督管理辦法裡面 這是教育部對它的公益信託的監督跟管理 指的就是說教育業務 是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 體育業務和青年發展的這個部分 我們NCC要求的這兩項 不是教育公益信託的法規的定義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在公益信託法第72條裡面規定 相關的就是說規定 很簡單的情況 這樣子的規定 對於投資公司 不是公益信託的委託人 監察人或者諮詢委員 受託人 有什麼義務要提供 這樣子的資料給洪順 主委你是學法律的 是 對不對 你是學法律的 其他委員可以說不懂 對你來講的話 這樣子全捐贈出來了之後 什麼叫做捐贈 就是委託人捐贈的人 他不再有權利 就是說控制跟管理這樣子的費用 所以他有什麼權利來答應我們NCC 我們NCC有什麼權利來要求他們 就是說要做到這些相關的規定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委員會 大概有三位以上是法律的背景 而且我們還有法務處 還有金管會的回函 那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的對象 我們的對象是這個買售人 出賣人跟買售人 紅色沒有權利答應你們 他有權利答應 就是說對於這樣子的信託基金 他可以就是說控制 他可以就是說要求嗎 如果他是 他真的就是說有這樣子的 就是說權利 他事實上就違反了信託法 的相關規定 公益信託的就是相關規定 他要根據信託法以及教育部所 那個叫什麼公益信託 對就是他要去遵守相關的法律 在法律可能的範圍之內 他要做成這個承諾 他就要履行這個承諾 對我們來講 我們看的就是 你們要求一個不具有這樣子 權利的人 然後履行一個 他做不到 然後事實上 他也管不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本席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說 主委你的邏輯從來以來 你所受到的 就是說訓練 在法律上面的 就是說訓練跟專長 怎麼樣子能夠 就是說支持你 你們做出這樣子的 就是說決議 你是會議的就是說主席 是 本席對於就是NCC 在這樣子的就是 情況裡面 你們說 打假新聞 然後有 模糊的就是說空間 那然後 就是說法律的授權不足 在這裡面 本席指出來的 就是說事實 事實上明明可見 但是你們媚於現實 做出這樣子的 就是說決定 做出了一個 然後也介紹了一個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一個 就是說決定 然後就這樣子 核准了這樣子的投資案 我跟委員報告 本席覺得 我的時間到了 我覺得你們 我非常非常的 就是說遺憾 我們把國家這樣子 重要的一個空氣 交在你們的 就是說手裡 你們是這樣子 的品質 這樣子的就是說 方式來做運用 做製造出一個 這樣子的就是說結果 我想這件事情 歷史會證明 你們這樣子的 一個決定 它是不是 可以做得到 它是不是 就是說是正確的 那對於就是說 你們的 這樣子的 就說的決定 然後做出這樣子的 就這個一個 結果 本席除了遺憾 還有憤怒 我在這裡 鄭重的告訴你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聽證 還有最後委員會的 陳述的裡面 都有邀請厲害關係人 還有包括國泰信託 都有來到會 也都有做出相關的承諾 所以我想跟委員 我們會再提供相關的資料 讓您更清楚這個事情 就是再找時間去溝通一下 是 好 謝謝 好 接下去我們請 那個 劉士芳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好嗎 你喝口水 委員好 主委好 我想我們今天很多 呃 立委啊 大概就是還是 針對NCC的一些職務啊 要特別請問一下 我的感覺 這這一陣子啊 從這個9和1選舉到現在為止 NCC的很多工作 讓人覺得果然就是廢遲職務啊 呃 主委你是政務官嘛 你也是屬於內閣的成員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知道NCC的這個很多工作項目呢 大概是獨立於很多其他行政機關之外 但是呢總是不能違法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認為最近的NCC大概假訊息不查 假新聞不罰 失衡報道不理 你大概都無法同意啦 我來舉幾個例子給你看 第一個 你看一下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我們罰了一個假新聞的部分 就是民視新聞跟TVBS 我直接講出來 虐貓罰了40萬元 但是同樣呢 在去年呢 有這個一電視三立還有TVBS 處理有關關西機場的事件 到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過了將近六個月以上的時間 結果你們到現在完全沒有任何結論 依照後續再行審議 那為什麼這麼慢 大家都知道要打擊假新聞假訊息的部分 是要快要狠要準 結果你不夠快不夠狠也不夠準 那你當然說我要依法行使 所以你到底是哪個地方缺 法律上面呢 給你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處理 要請你來回答 那同時也是一樣 在有關於選舉的時候呢 在108年1月16號 你們處理了三四件新聞 有關蚯蚓委員的部分呢 是處理了20萬元 但是好像有要申訴了 然後再來韓國瑜招商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續行審議 然後再來有關於這個非洲豬瘟的部分呢 罰了20萬元 讓大家覺得說好像是誤殺殺的 那同樣的道理 這個在3月6號的時候呢 處理有關非洲豬瘟的部分呢 所謂的非洲豬瘟蔓延 廣州火燒6000隻火體豬這個 發函促進其改進 以免違法受罰還滿佛心來著 請問一下 從去年年底到現在 這幾件新聞對於台灣的社會 甚至政治上造成動盪不安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會對於你們的結論 是感到滿意的 主委你怎麼看待 我一再強調你是政務官 剛剛有人問到說 是不是過去這一陣子以來 全部都在罰所謂的支持藍的電視台 我看沒有啊 包括民視也是被罰了這個虐貓的新聞 你告訴我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先跟委員說明一下這邊的結論 他在程序上代表什麼意義 我不要你告訴我 結論代表程序上什麼意義 你每一次都說 因為有程序上的問題 我需要媒體能夠自律 或者是我們NCC或委員會來審查 這一些呢 在過去你回答十幾個委員的 我們都在我們的辦公室聽到了 你告訴我 為什麼有這些不同的標準跟時間 我說過了 如果你處理NCC的部分呢 沒有辦法快狠準 讓大家覺得說 應該受罰了趕快受罰 不應該受罰了趕快還他清白 但是你就是沒有辦法做到 變成黑不黑白不白 藍不藍綠不綠 這個大家都不滿意的狀況之下 這個NCC怎麼要維持你的行政中立 怎麼樣維持你獨立機關的權責行使呢 好 我跟委員說明 這裡面就是123跟最後一案 是已經有處分的做成了 然後呢 TVBS的這個呢 因為這個當初內容諮詢委會 就是希望說他們由內部委員會 討論再提過來 那這個在上個禮拜 所以你還要續行開會就對了 沒有 對 這個部分還沒有做成最後的決議 所以在上個禮拜 內容諮詢委會已經討論過了 我們在下個禮拜的 我們自己的委員會就會來決議 我希望你快點處理好嗎 然後關係機場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已經有六個月以上的時間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委員內部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我們也會在下個禮拜會做做 所有的委員是不是你 詹主委的名義去聘請的 沒有 是由行政院一起提名的 對 你們不是有一個媒體的 什麼自律諮詢委員會 是由你詹主委的名義邀請的嗎 你是說內容諮詢委員會嗎 對 對 對 那個部分是我們NCC邀請的 對 沒錯 你們盡量提供比較多一點的資料 讓他們可以做判斷 但是因為是你來邀請的話 表示你尊重他們在社會上的很多形象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馬上處理的話 表示你不夠接地氣 主委必須加油一下 在下面我要問的問題是這樣子 政論節目裡面的內容 受不受NCC的規範? 政論節目的內容 必須受自律規範的規範 自律規範已經失靈了 你剛剛在回答 你今天在到立法院來背詢之前 回答了 那個媒體的詢問說 現在媒體自律已經失靈了 怎麼辦? 在新聞自由跟言論自由中間的 媒體自律已經失靈了怎麼辦? 我舉個例子 今年1月15號到30號 這半個月的時間 由某一家政論節目 每一天100分鐘 全部在攻擊我們現在的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罵了37分鐘 沒有任何平衡報導 罵陳菊貪污 是白手套 是肥胖 是愛吃日本料理 控制司法 設置招待所 頭腦空空 亂用善款 一路有294分鐘 全部從頭罵到尾 請問我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媒體的自律已經失靈 是你今天自己對媒體講的 這個部分是這樣 我們看到的是說 我剛剛講的媒體事情指的是說 他有沒有依照他自己的自律規範 你不要告訴我 說通案上怎麼處理 法律上怎麼處理 我們都聽煩了 聽業了 你告訴我 我直接告訴你有個實例 怎麼處理這一塊 請問你告訴我 你怎麼處理這一塊 你有沒有權責處理這一塊 還是說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請陳菊貪污 自己去告他就好了 那我們要NCC做什麼 你告訴我怎麼處理這個 就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了解 就是說他在 你到現在我只都不了解 從今年1月到現在 已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 還不了解這個狀況 你告訴我怎麼處理 要去控告嗎 變成用毀謗罪控告他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NCC要做什麼 這是一條路 這是一條路 但是問題是 這樣子的聲量出去以後 會造成什麼 別人的形象受損之外 是不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曾經經歷過一個 保衛言論自由的人 到目前為止 一直被罵 罵到現在 從來沒有人去幫他說話 也沒有接受同樣一個政論節目 或是同樣一家電視公司 請問他有沒有這些以下所處理的這個狀況 這不是抹黑什麼才是抹黑 針對相關的政論節目 他們有依照他這個製播的倫理規範來做 這個剛剛已經講 這是我自己主動提出來 就是說他其實是整個營運的行為了 已經不是個案的判斷 那就這個部分我們會有來做行政調查 就是你會啟動行政調查 是嗎 我們可以越快越好嗎 我只是舉個例子 我相信你都知道 也許包括我們的總統行政院長 或其他部會首長 或甚至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甚至像那個韓國瑜市長都有可能被抹黑 那所以請你提出一個有效的行政調查 好不好 否則的話我覺得你要思考一下 住在這個位置上對你來講是好還是不好 謝謝委員 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下一位請 黃國昌委員 謝謝主席 好 請主委 好 這邊主委 委員好 主委好 在今天的PowerPoint裡面 你說針對有關於媒體的部分 要強化他們的自律 他們的內控機制 我剛剛看到媒體上面的報導 我想鄭重的再澄清一次 您認為現在媒體有做到自律嗎 我剛剛有講 就是說 以大量的申訴跟我們舊部分的觀測 事實上是 有些新聞頻道 他對於他這個本身自律規範 事實上是 讓他有失控跟這個失靈的狀況 失控跟失靈嘛 好 好 那在您新上任的NCC主委任內 針對我們現在進行評鑑的各個電視台 有哪一次評鑑沒通過 在我們任內 現行法 我現在只跟你討論現行法 法規夠不夠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討論 現行法 你們要進行評鑑嗎 在你們任內 有哪一家評鑑不通過 在我們任內 目前為止是沒有評鑑不通過的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現在大家就覺得很怪異囉 你們自己承認 自律機制已經失控了 然後在你們任內 沒有任何一個評鑑不通過 那我現在就有去啦 NCC的評鑑是怎麼做的 我跟委員報 第二個問題喔 你們很少訴罰的 賈新聞 被你們認定 是已經是違法的 你們裁罰新台幣20萬元 魏廣法給NCC的授權 是罰多少錢到多少錢 法條你不會不熟吧 這你們主管業務啊 20萬到200萬 我可以回去再講剛剛那一份嗎 不好意思請你先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20萬到200萬 那你們為什麼採最低額 當你自己喔 告訴台灣社會 自律已經失靈了 甚至失控了 評鑑 大家都通過 財罰 罰20萬 對一個電視台 財罰20萬 就好像罰我20塊一樣啊 這是法規給你們的權限啊 NCC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採取罰最低的錢 是在重放財團嗎 好我跟委員報告兩個議題喔 一個是說 評鑑 我們看到這半年來 可能有一些失控或失靈的狀況 可是這半年來沒有評鑑 只有這半年喔 現在你的意思是說 失控只有這半年喔 我們看到比較大量的申訴的案件 是在這大半年來喔 這是第一個 就委員問我就回答嘛 那就是說在最近大半年來 是沒有評鑑 新聞頻道的評鑑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有關法則的部分 我們就是 他會有一個相關的這個 處罰的這個標準喔 當然這標準有辦法 所以按照NCC處罰的標準 就是罰最低的20萬 你罰一個電視台 罰20萬根本是笑話啊 我有說錯嗎 你們一而再再而三跟社會講說 法規沒有授權不夠用 我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你們重放啊 好接下來談法規的問題 當初一樣在這個委員會 包括你在內 所有的NCC委員都跟我承諾 法媒體壟斷法 全部支持 你還記不記得 你跟我承諾過什麼時候法案 要提到立法院來 還記不記得 我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會盡數來提出 沒有 對 你曾經跟我明確的承諾 一個時間 你自己記不記得 盡數提出喔 到現在已經三年了啦 你還記不記得 你跟我承諾什麼時候要提 我說話一定有憑有據 白紙黑字 我馬上秀下一張給你看 你還記不記得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目前這個法案的狀況嗎 對不起喔 請你 針對問題回答有這麼困難嗎 你還記不記得 你上次跟我說什麼時候要提 你不記得就說不記得嘛 不要浪費時間嘛 我記得我也有跟委員提到就是說 來 第九屆第三會期結束前提出 請問一下詹主委現在是第幾會期 現在是 第 第七會期 對 你有沒有違反你的承諾 好 那我跟委員報告 對不起喔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你有沒有違反你的承諾 你們怎麼拖的 我全部都有掌握啦 你有你的看法 社會可以公平 但是在國會殿堂上 我一向講話有憑有據 你在這邊跟我做了政治承諾 騙到了我的票 讓我投同意票 當你違反你的承諾的時候 我不能追究你的政治責任嗎 我很尊重委員的發言齁 那可以容我說明一下這個法案的狀況嗎 我直接跟你講嘛 2017年 你們有提一個版本 2019年也有提一個版本 你們從出稿 我就掌握了 到2019年的這一個版本 來 曾主委 最初的版本跟2019年的版本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說嘛 你們裡面不斷的開會 不斷的開會 不斷的開會 我也去掉了你們的會議紀錄 三個月開一次會 慢慢磨慢慢磨慢慢拖 那沒有關係嘛 知識體大 你如果搞了兩年多 初稿跟你最後拿出來的版本差異很大 那我就要研究啦 經過這兩年多到底在幹嘛 我每一個字去對 來 請問參主委 2019年跟你們的初稿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我跟委員報告齁 有沒有差異 其實中間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做政策影響評估 對 沒有關係嘛 對 所以 告訴大家你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嘛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把那個 基金還有各方面的東西去做納入 沒有關係啊 那請你告訴大家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 我要跟委員報告 任何一個法案必須要做整體的環境影響評估 是 沒有錯 那請問你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在那個基金的納入 只有基金嗎 主委 自己搞了快三年的法案自己還不熟喔 不是 包括民 報告委員 我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馬上就各府回應 那我現在就跟您說明可以嗎 就是包括在民稱 包括在這個整合的紅線 還有在這個過度的條款 我直接幫你們對出來了啦 整合的紅線基本上大的架構沒有對啦 其他都沒有動啦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以前 我們在反媒體壟斷的時候 兩大黨都承諾 媒金要分離 反媒體壟斷六大訴求 你們也在這裡承諾了 結果我看你們搞了兩年多 最大的差別只有在哪裡 你們最新的版本 把媒金分離 這個條款放了一個大漏洞 本法施行以前的 不是用本條的規定 你搞了半天只有做這件事啊 我跟委員報告齁 政策的影響評估跟相關放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有完整的配套齁 你在第三會期給我承諾的時候 當初你怎麼不講 我要政策影響評估我提不出來 我有跟委員報告 等到今天 票票了 才在找藉口 我跟委員 我當初 如果委員回去看當初的發言 一定會說 必須要看外在匯流的環境 所以給我們一點時間 去爭取外界的意見 然後把 所謂給外界一點的時間 去爭取外界的意見 就是搞到什麼 就是搞到 最近才把它提出來 沒有關係啊 來 我再直接問 NCC說 上個禮拜五 我已經忍不住了 我直接提出我的批評 你們很厲害 週末馬上發新聞稿 說行政院退回 沒關係 行政院為何退回 我們在了解當中 因為是 到現在還沒掌握 到現在還沒掌握 他為什麼退回 上面的理由 其實有寫 就是說要看 是跟匯流各法 可能的法 不會啊 NCC研究快三年的法案 還被行政院退回 不會很丟臉嗎 行政院退回NCC接受嗎 我們委員會會討論 什麼叫委員會會討論 作為一個主委 生一個法案草案 生了快三年 結果呢 被行政院退回 作為主委 你不會覺得 你們NCC出來的法案品質 是不是很差 被行政院退回 這裡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倒不一定是法案的 沒有關係啊 你告訴大家什麼原因嗎 還是什麼 還是 今天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先生 2012到2013 告訴台灣社會 反媒體壟斷條款 出城過 這是當初的新聞喔 我的蘇貞昌 民主進步黨的主席說 三讀通過才是真改革啦 前面不要打假球 主委你是認為現在行政院在打假球嗎 你們研議這麼久 還做了政策影響評估 評估這麼充分 結果行政院竟然用一個 你今天還不知道的理由 把你的草案退回 那到底是你的法案品質有問題 還是我們行政院 今天告訴大家 反媒體壟斷法要立法 是在打假球 還是你們兩個在唱雙簧 我跟委員報告齁 我們委員會在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是依照我們相關的程序去處理 那至於說 對啊 結果你按照你所有的程序 拖了快三年 被行政院打槍啊 所以我現在就問你嘛 站在主委的立場 是你的法案品質有問題 還是行政院根本在打假球 背後牽涉到大財團的利益 眾都不敢動 忘了自己當初的承諾 這個部分 針對這個 2012年喔 兩大黨都承諾 要完成立法 2013年 那次的國會沒有過 大家都在等 好不容易等到2016年 所有的NCC委員 全部都承諾 搞到今天 拖了快三年法案提出來 被行政院退回 開什麼玩笑啊 這個政治責任誰要付 是你主委要付 還是蘇貞昌要付 不好意思時間到了好不好 報告委員我們會來了解 這邊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 沒有關係啊 我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啊 告訴台灣社會 這個政治責任是你主委要付 還是蘇貞昌要付 謝謝黃委員 謝謝好不好 謝謝主委 謝謝謝謝 好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林毅華委員 好麻煩我們請蘇主委 蘇主委